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晚上18里 中国南协正式官宣 女郎如大麻烦 球迷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女郎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近期进行的 女郎世界杯的日行赛上面 中国女郎给球迷们 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在新任局帅政维者的带领之下 中国女郎在世界杯日行赛上面 取得了三战传胜的优秀战绩 那么现在中国女郎已经 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 那么众所周知在前面 中国女郎公宣举帅 徐利明知道 因为身体方面的软硬 也是离开了中国女郎举帅的位置 那么正为直到上任之后 给中国女郎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现在正为直到 所率领的中国女郎 给球迷的感受就是 谈对篮球非常的趋势 那么在前面 中国女郎可能更多的是以内心进攻为局 那么现在中国女郎不只拥有内心进攻 尤其通过内心的优势 成功的带动了很多的外星球 那么因此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郎多顶开花 打去了非常优秀的弹队篮球 那么因此在世界杯日行赛上面 中国女郎才能够取得三战传胜的优秀战绩 那么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的开心 大家期待着中国女郎能够早日开旋回国 然而就在近期晚上18点左右 中国南斜的官方社交媒体 正式发布公告 表示中国女郎 这个队伍在回国前的河山警测中 中国女郎区访队伍中有两人河山警测结果呈阳性 其他24人警测结果呈阳为阴性 那么中国女郎在国外参加比赛 他们经过了顽强拼搏 以三战传胜的优秀战绩 获得小组第一名的驱舍成绩 成功晋级2020女郎世界杯的正赛 球迷们非常的开心 然而在回国之际 却突然遭到了大麻烦 那么随后中国南斜也是紧急启动的应急乱 从心理方面医疗方面 生活方面 急于中国女郎队员更多的关心 那么首先 现在有两人河山警测结果呈阳性 因此可能会比较的惊慌 在这个时候 要从心理上面安慰他们 让他们放下包袱 另外从医疗方面以及生活方面 要提供充足的保障 毕竟在国外比赛 那么其实国家队的队员在国外比赛 球迷们一方面关心他们的成绩 那么另外一方面更加关心了 这些优秀国手的安全问题 那么因为现在国外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那么很多球连在国外打比赛的时候 国内的很多球迷也是提心吊胆 那么现在球迷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当然了 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已经趋兴 大家也不用惊慌 根据这些消息显示 目前为止并未新增阳性云南 那么中国南协方面 已经与国际南链密切沟通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同时联络了 据塞维亚的大使馆 那么希望中国女南队员在塞维亚 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 那么根据媒体消息 中国南协举席 姚明先生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姚明先生第一时间 利用视频明星 关心所有的女南队员 给他们加油打气 并且表示 中国南协有信心有决心 一定能够将所有人安全带回国 那么作为球迷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首先第一个方面 感觉女南队员在国外比赛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首先在场上面 要努力拼搏 取得好成绩 作为一名国手 要对得起自己的称号 因此 女南队员通过三场传胜的优秀战绩 已经回报了所有球迷的期待 那么第二个方面 他们还要十分 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 那么现在 中国女南团队中 趋性的警测为阳性的结果 球迷们比较的担心 我们也希望 中国女南的所谓队员 能够谈及一心 共同难关 走入安船回国 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